問到第幾題 他說畢業旅行回程火車 有十節車廂 本校分配到四個車廂 其中有兩個相連 由此共有幾種指令 我現在將什麼 將其中六節車廂 沒有被指定的六節車廂 把它排在一起 123456 那現在有六個空殼 七個空殼 1234567 那我先抓一個空殼 塞兩個顆相連的 比如說 我塞這裡 那這假設是從 1號這樣送過去 那塞這裡的話 那這兩節車廂 事實上就是 9號跟10號 然後再來 我再什麼呢 取兩個空殼 塞什麼呢 塞那個不相連的車廂 比如說幾個例子 比如說我塞這兩個 塞進去 那塞進去以後的話 就變成多少 變成是那個 678 但是塞進去以後 這個是沒有排列的 這是組合 所以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 是這樣子 我七個空位 我抓一個出來 塞兩個車廂 塞兩個車廂 然後呢 再剩下六個空殼 空殼 我六個空殼 抓兩個 抓兩個出來 但是不是排列 是做組合 為什麼做組合呢 理由是 比如說我塞這兩個好了 塞這兩個的話 等於是指定的 指定 5號 跟何呢 跟7號 5、6、7 8、9、10 是指定5號跟7號 那這兩個車廂的話 是什麼呢 是你說 你塞這裡 跟塞這裡 事實上的話 就是說 當你把這兩個車廂塞進這裡的時候 就一定是一個 是5 一個是7 一個在前面 一個在後面 沒有做排列 我沒有說 這裡的話 變成 變成7號 這裡變成5號 所以它是組合的 就是說 你六個空殼 取兩個塞進去以後 那個 前面的號碼 一定是比後面8號碼要小 所以它是 取六個 從六個空殼 取兩個做組合 而不是做排列 這樣等多少 這樣是等於 7 乘以多少 6乘5 它除以2乘1 那是 二三得六 這15乘以7 75、35、35、13 105 所以總共有105種方法 在看 如果有一個空殼的 如果有一個空殼的 可以做到 讓我做一個空殼的